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教的是英文作文里面 一定要用到的句型叫做分词构句 那分词构句呢 要学之前要先记得它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去掉连接词 第二个步骤是去掉相同的主词 第三个步骤 动词主动改成VNG 被动改成PP 好,我这里有一个第一个例句 When I heard the bad news I burst into tears 那我们第一个步骤叫去连接词 所以我们大家先找出我们连接词在哪里呢 很清楚找到了when,对不对 好,那第二个步骤是去相同的主词 左右两边主词都是I 所以它有相同的主词可以去 所以呢,我要去哪一边的主词呢 记得你要去连接词那一边的主词 所以呢,我已经去掉when了 所以我当然是把when后面的I拿掉了 第三个步骤 动词主动改成VNG 被动改成PP 那如何判断主被动呢? 给同学一个提示 被动你会看到B1动词加PP 被动你会看到B1动词加PP 如果你没有看到B1动词加PP 它就是主动的 好,那我们这里的heard这个字呢 我们没有看到B1动词加PP 所以它是主动 所以我改出来的结构就是hearing hearing the bad news,I burst into tears 听到这个坏消息的时候 我放声大哭 好,那第二个句子 连接词呢 像刚才的when是重塑连接词 那有可能它是对等连接词 比如说我们的第二个例句 and是对等连接词 所以我们一样照着我们上面的步骤走 第一个步骤叫做去连接词 所以and拿掉 第二个步骤去相同的主词 左右两边主词都是I 那我们要去哪一边呢? 刚才已经提醒过同学了 记得要去连接词的那一边 所以我把I拿掉 动词主动改VNG 被动改成PP 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这里的set 这里并没有看到 B动加PP 所以它是主动 所以改成VNG型就是sitting 好,那再补充一点 如果你把连接词拿掉的话 你怕你的语意或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选择保留连接词 比如说我们刚才的第一个句子 当我听到这个坏消息 我放声大哭 或在我听到这个坏消息之后 我放声大哭 或者是 因为我听到这个坏消息 我放声大哭 所以它可能连接词是when 可能是after 也有可能是because 所以我们如果拿掉连接词 可能语意会搞不清楚 它到底是哪一个 如果怕这种情形发生的话 可以选择保留连接词 那可以保留连接词 只有这几个字就是when while before after though though if 这堆 好 那我们再教一个进阶版的 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讲 分词勾矩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叫做去连接词 第二个步骤叫做去相同的主词 第三个步骤 动词主动改VNG 被动改成PPE 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同学 如果你的主词是不相同的时候 怎么办呢 逻辑好的同学应该可以猜得出答案 去相同的主词 换句话说也就是当我们主词不相同的时候 我们是不用去的 也就是我们只要做一跟三的步骤 好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独立分词构句 其实只是把第二步骤省略掉 好 那我们一样来看一下 独立分词构句的步骤一就是去连接词 那因为它左右两边主词不同 所以我们直接跳第三个步骤 也就是主动改成 动词主动改VNG 被动改PP 好 这里一样一个例句 if it is a Friday I will go shopping 好 我们看得到连接词if 好 所以我们去掉连接词if 第二个步骤主词 if后面主词是it 主要子序的主词是i 所以两边主词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掉主词 所以我们只能选择保留 第三个步骤 动词主动改VNG 被动改PP 这里的is是主动的 因为它并没有b动词加PP 所以这是主动的 所以is的VNG句型就是being 所以这个句子改出来就是 if been a Friday I will go shopping OK 这就是独立分词构句 好 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不管你的作文 英文作文 我都希望每一个同学 都可以把分词构句 或者是独立分词构句 用到你的作文里面 它可以让你拿高分 所以一定要记得 我都可以让你拿高分词构句